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我们可以看到寄生上流 如果你有看的话 这个就是所谓的 他们的第一个现象 住半楼下屋 他们很惨耶 其实这个是在韩国 其实是半地下屋 其实是蛮多的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南韩的首尔 其实是丘陵地 所以他们只要是一下水 下雨的话 其实就会淹水 然后就像真的寄生上流下 你可以看到 除了寄生上流 左下角这个图之外 是寄生上流 你可以看到 他们要用WiFi网路 甚至厕所那个马桶的水 都会下雨天都会出来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 有住进阳光住不进的半地下屋 真的是蛮惨的 然后另外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寄生上流的导演 其实把这个韩国的现实生活 其实也把 就是高房价的问题 就是其实也显现出来 难怪他在奥斯卡 在去年的这个第92届的奥斯卡奖 拿下了最佳影片 等四下的大奖 他反映的就是半地下屋 就是这是 你说是黑色幽默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是 就是穷人家的家庭 跟这个富裕人家的家庭 就像我刚刚第五点讲到的那个金句 他们都是无聊的 但是他们的无聊 是一个在拼命的想办法生存 另外一个是 看着穷人家在拼命生存 真的是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蛮惨的 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他们贵死人的保证金 贵死人的保证金呢 其实他们在租这个半地下屋之前 他们还要租 他们还要交这个租的这个押金哦 押金现在目前决地租屋之前 他们是不用交房租的 他们是要交押金 押金涨到今年呢 已经超过一亿韩元 大概你要先租一个屋 大概要先交台币258万台币 是不是很高 他们不用交租金 但是他们要交押金 这个保证金呢 其实就是他们有全租月租半全租 这个我们在另外的一集 我们会再另外来讨论 其实包括社区大楼的这个租金哦 要多少你知道吗 要这个所谓的押金要台并600万元 是不是觉得很恐怖 真的 怎么马桶这么高 因为因为他是住在这个 刚刚有人问说这么高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半地下屋 那他等于是半地下屋是 他等于他的马桶是比他的楼高 还要再低的 所以等于是下雨的时候 整个马桶会沿起来 然后他们找不到WiFi 水压不够力没错 真的是水压不够力 嗨 好久不见外边 你过得好吗 还有阮金天 阮金天住院在英国其实也很惨啦 对 他们要先 他们是付258万的所谓的押金 但是如果你 这个只是地下屋哦 你知道吗 这只是韩国的地下屋 但是如果是一般来说的这个所谓的 还有半全租跟全租的话 其实正式名称很难念 叫做传式 他们除称全租 全租跟全税 房客不必每个月交租金 但是要交所谓的保证金 那光是这个就要 住这样的房子 可能就要付你200多万的台币 然后呢 如果是套房的话呢 保证金是要5000万韩币 大概是 套房就是我们一般的 我们可能台湾的套房 就是一般的一个小套房的话 是150万台币左右 那社区大楼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保证金 你不用交租金 要交台币600万 就要先交出去了 所以其实韩国的中屋很特别 是只付押金不缴租金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他们这个半地下的地下屋 其实是蛮惨的 处处都受限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真的是蛮惨的 第二个 你不要在 他第二个线下 除了我们这个半地下楼之外呢 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你不要再背这个 韩剧的这个乌塔 乌塔乌片了啦 这个第一个是乌塔乌的 这个网址 大家我有看 这个 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 第二部是孔流 你记得吧 就是那个金高恩 金高恩因为家里比较穷嘛 然后还有就是 刘以娜女儿 她们住的就是乌塔乌 好像很浪漫对不对 好像大家都会在 乌塔乌上面烤肉啊 就是喝啤酒啊 第三个就是 就是我刚刚说的 乌塔乌的柿子的 那个拍摄的场景 你真实的实系的画面看一下 我们导播CG看一下 乌塔乌其实很惨 他们其实呢 有漏水的漏水 大家如果记得在这个孤单灿烂的 孤单灿烂的鬼怪 孔流言的 你记不记得那个三神 三神妈妈 三神妈妈她 三神 三神妈妈她有突然讲 就是有那个 有一些这个 那个叫做什么 地狱使者有一个比较难 另外一个地狱使者去住 这个乌塔乌 她就说抱怨了一大堆 有说哎呀有这个 什么又淹水啊 又什么马桶不通啊 三神奶奶啦 她跟三神奶奶就抱怨说 我住的乌塔乌 什么马桶又淹水啦 然后哪里又塞住了啊 其实乌塔乌真的是蛮惨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楼上一个一个一个的 就是乌塔乌 这就是房价高的现象 有第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就是地下地下室的 办地下住屋 第二个就是 韩国人的住屋现象 乌塔乌 乌塔乌呢 其实这个是地下地下屋 然后导播我们可以 看一下乌塔乌 乌塔乌的这个状况呢 其实很惨 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包括就是会漏水啊 甚至下雨天 你可能在里面 可能就是水电是 我听我一个朋友讲说 其实水电其实是 就是有时候会呼 就是有时候会没水没电 就像鬼怪里面提到的 就三神奶奶说的 就是不是有一个地狱使者 就是也长得蛮帅的地狱使者 去跟那个李洞旭是好朋友的 他就说 真的是又漏水漏电 每次马桶又不通 其实真实的社会是这样 第三个呢 除了住半地下屋 跟乌塔乌之外呢 是住什么呢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了 没有钱的人 他们去住考试院 考试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几坪 几坪住的空间 大概三坪住的空间 很多人就是去住考试院 在这个犹豫游戏当中 里面的这个警察 他们就有去找啊 就是他们有点 就是等于是活不下去了 或是找不到 要烧炭自杀了 他们就去做 再次强调这个要尊重神秘 这个男二呢 就去住考试院 因为考试院就是提供了 就是小小的空间 卫浴设备 但是只有三坪大 即价格也不便宜哦 其实呢 你觉得说好像 这个很 这个高房价的这个韩国 现在文在寅要怎么解决呢 可能这是他一个 面对在选举前的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柬费 听 ourselves 也太不oston 舐尽 既有 伙伴 ienie 上面 不是 不是 从 词 存 取